陰狀脸超战移走红后,他级粉四十三万,还半路出家进军影视圈,欲不必江海,要知去救,马不必奇奇,要知善走。 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带起了很多网红,而在众多不同的网红当中,有一种是靠着掌上学似明星移走红的。 比如说翻版岳云鹏,还有人掌上和王俊海几乎一模一样,还有小迪丽热巴,小王妃等等。 因为某一方面掌得特别像明星,使得他们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不久前就有一个掌上和超战狠像的男生在互联网上走红,他叫九月。 因为壮脸超战,网红九月不仅成功走红,吸引了四十三万粉丝,如今还半路出家进军影视圈,出演自己的第一部古装剧了。 低配版超战,网红九月因为在互联网上曬自己的照片和视频而走红。 很多人都发现他掌得和超战实在是太像了,笑容几乎一模一样。 正因为如此,九月也被网友起了一个称号,叫作低配版超战。 通过他的社交媒体平台帐号可以发现,只要他衣服穿得比较薄一点,再加上雷镜,从某些角度来看,他和超战确实非常像。 可能也是吃到了这样的红利,九月再刻意模仿超战。 为了和超战看起来像一些,九月还拥有了超战同款的牙齿。 除此之外,他的许多表情,动作,甚至是穿着,都在尽量地向超战透露,甚至开始模仿超战当年拍过的照片。 生意导引发粉丝不满。 但是除了这一副样貌,九月就最无其他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饱受救病的原因。 和百变大价授当中那些模仿的角色不同,九月一点自己的东西也没有。 他没有好的作品,没有其他方面的能力,拍摄的作品也全是围绕着超战展开的,明显就是靠着这一副皮囊来赚钱。 可惜即使如此,九月还是收获了一波粉丝,现在他粉丝的数量已经高达43万了。 但是时间长了,超战的粉丝对这样的情况显然已经不满足了。 他们认为九月过于消费捆绑超战的名号,于是超战的粉丝在他视频下方集体出动,想和他撇清关系,顺便吸生的粉丝指一下路。 但这样的举动反而加剧了九月的火爆,因为评论的人越多,九月的热度就一直居高不下,再加上网友的围观,反而助长了九月的势头。 这不但没有打架,反而让更多人甚至是明星都知道了九月这个人。 于是九月也因此开展了自己的直播之类,不仅直播带货,他还受邀去了赵英子的直播间。赵英子也是为了自己的人气,特地将他邀请了过来亲密互动。 既然请不来真正的超战,那么就用低倍超战来充数。尽管是假的,但还是会有很多网友前去观看,边看边敢看,九月真的和超战太像了。 当然,这不仅增加了直播间的人气,也让更多的人再次认识到了这个所谓的低倍版的超战。 不仅如此,除了拥有自己的粉丝,进入了明星的直播,九月马上就要拍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了。 九月拍古装剧《周吐槽》,九月这样的发展速度让很多人都在感叹,一般刚进入娱乐圈的新人都不能有这么好的资源。 更何况他是一个半路出家的。 凭借着和超战几分相似的掌相,九月不仅成功地进军了网红界,而且还要演电视剧了。 导演正是看到了他身上自大的流量和热度,特地邀请他来演古装电视剧《白鲜过海》。 为了吸引网友的热度,满足大多数人的好奇心,剧组很早之前就放出了一些剧照。 幻想古装的他再加上妆容,雷镜和后期的修图,看起来真的和超战所差无几,简直就像是超战本人。 只能说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加上他摆了造型之后,会看起来和超战有一点点相似,但愿没有网络上看的那样相同。 刻意模仿一个与自己不相像的人不紧无法将个人魅力展示出来,也模仿不到超战的精髓,这样看起来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怎么看怎么奇怪。 见光死的网红渊现状,九月的真实面貌曝光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吐槽,网红和明星真的不能拿来比较。 网红在网络世界当中看看就好了,放到现实生活当中来看,可能连普通人都算不上。 这件事也让更多的人相信,网红几乎没有什么真实的。 他们都是靠着美颜和内镜存在的,一旦离开这些高科技的支持,他们就是见光死。 在互联网上就流传过很多新闻,比如说你看了很长时间的年轻主播,没想到有一天他没有开尾眼泪镜,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大妈和青春美少女当中的每一个词都毫无关系。 这就是网络的虚异性和不真实性,我们不能看到什么都全盘相信。 其实掌上也是缘分,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你自己,也只有一个挑战,不能因为和他掌得像,就疯狂胜他的热度,让自己获得关注。 想要获得大家的支持,还是需要找到自己吸引人的点,提高自己的实力,这样才能获得认可,获得观众的支持与包容。 一贯地借着他人的名气去提升自己,只能吃到一时的红利而已。 如果想长久地在某一个领域发展,还是要通过自己,提高个人的实力才行。 谢谢观赏,关注我,了解更多娱乐小故事。